面对东方不败忽然说出的事情 不管是屈非烟还是楚清河皆是面色微变 同时 东方不败则是继续到 今日出门时 考虑到那昨日那尸体的身份尚且不明 我便让人找那李德权准备让人将昨日那尸体的画像画出来 不过 刚刚我神教的弟子汇报 李德权半个时辰前尸体被家里发现 杀人者在伤了我神教的弟子后从北城门逃走 将东方不败这番话收入耳中 楚清河眉头轻挑 旁边的屈非烟不禁说道 昨日那尸体才出问题 今日李德权便被解决了 也就是说 今日那动手的人一直都躲在暗处 东方不败点头道 应该是 东方不败轻轻摇了摇头 视线落于楚清河身上 在东方不败的等待间 楚清河思索了片刻后询问道 死因是什么 东方不败 一刀封猴 应该是个用刀的高手 按受伤的弟子所说 修为应该是先天静后期 楚清河摸了摸下巴道 先天静后期的用刀高手 也就是说是信号吗 屈非烟看向楚清河问道 公子说的什么信号 面对屈非烟所问 一旁的东方不败冷声道 既然是一个先天静后期的高手 想要杀那李德权 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 不要太容易 但那人却偏偏杀了后 还要故意打伤我日月神交的弟子 在逃走 这么高调的举动 像是生怕我们发现不了他做的事情一样 说到这里 屈非烟后之后绝间 哪里还不知道 东方不败话中所指 玄吉面露思索道 也是 先天静的后期的高手 别说那李德权了 即便是日月神交里面的长老 怕事都难以应对 但那人对日月神交的弟子 却是只伤不杀 事后还故意故意杀了人后 从北城门逃走 感觉像是故意表明离去之意 东方不败 看向楚清禾道 你怎么看 楚清禾摊了摊手道 人都已经跑了 还能怎么办 听着楚清禾所说 屈非烟询问道 但之前不是从闯入李德权家的那人身上 搜出来了一个令牌吗 若是 东方姐姐能够查出来 这令牌属于什么势力 是不是也能够知道 是谁在暗中筹划 对此 楚清禾瞥了一眼屈非烟后 慢悠悠道 既然时隔一天 就能找到李掌柜那里去 现在今天那用刀的高手之前 就在这雨水城里面 既然如此 那人明知道李德权 会带我们去看那具尸体 却人之处之 你觉得 那令牌的作用能有多少 要么就是那令牌本身就调查 不出来什么东西 要么 就是那令牌 是对方故意留下来 给我们调查的方向 屈非烟想了想后叹了口气道 也对 昨天那李德权过来找公子的时候 那尸体在李德权家中一直没人管 这个过程对方想要做什么手段的话 的确太容易了 一旁的东方不败将楚清禾说的收入耳中后皱眉道 顾不迷烟吗 旁边的屈非烟补充道 说不定也会是祸水东引 故意留下来 让东方姐姐你去查的 在两人话语落下后 楚清禾撑着半边脸道 反正该查查 但事情都没弄清楚钱 还是别急着动手 免得被人利用就行了 说到这里 楚清禾也没再继续多说 以东方不败的聪明 有些事情门清 也不用楚清禾说的太多 而且就现在已经掌握的信息 除了这些 也推敲不出太多的东西出来 这边 通过楚清禾这边聊聊几句 东方不败思绪也是延伸了开来 而在思绪流转间 东方不败不禁看向神情散漫的楚清禾 眼中有有少许的惊诧 就李德权这边的事情 几人的消息几乎也是共享的 楚清禾知道的 完全不比他们多 但就是基于这样的情况 在东方不败方才将李德权这边的事情说出来后 如此短的时间 以及这点信息之中 楚清禾却能够第一时间 便察觉到了各中的一些问题 甚至想到的一些点 也是东方不败在此之前未曾想到的 单单这一份思绪和敏锐 也足以显现出楚清禾本身的心智之高 绝非常人能比 不过对于东方不败而言 楚清禾表现得越优秀 东方不败反而是越满意 片刻后 东方不败轻轻点头 示意了一下后 便重新运转身法飘向院外 显然是去找日月神交的弟子 而在东方不败离开后 去飞烟学着楚清禾 拿手拖着下巴道 哎 江湖的事情还真的是复杂 查个东西也不知道最后查出来的有没有用 楚清禾声音懒散道 所以 没事的时候少偷点懒 多修炼修炼 早点将实力提升起来 万一以后什么麻烦的话 你去解决就行 听着这话 去飞烟撇了撇嘴道 公子明明最懒 还说人家 见此 楚清禾轻轻地拍了一下去飞烟的脑袋道 所以 我是公子儿 谁又遇见问题 让自家公子出手的道理 摸着被楚清禾拍的地方 取飞烟不禁翻了个白眼 一时间 竟是无言以对 次日 清晨 在阳光刚刚照进院子之中时 此时的院中 东方不败以及腰月两人都已经是立于院中 地目修炼 真气随着两人身体之中气息的变化 而不断地游离在周身 在这清晨的阳光映照之下 两个本身就绝美的人身上 更是裹挟了一层阳光 更显 栩栩生辉 美不可方 等到一番洗漱之后 此时的楚清禾也是坐在了院子之中 沐浴这清晨阳光间 视线也是放在院中 不得不说 男人的快乐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朴实无华 就如同此时的楚清禾一样 时而看向那清冷如鲜的腰月 时而又是看向一旁 一身火红 且阴气勃发的东方不败 虽然只是大清早 但心情却是已经舒畅了起来 等到吃完早餐之后 楚清禾对着三女 招呼了一声便失诗然 向着外面走去